台湾《镜周刊》报道称 有知情人士爆料 台当局所谓驻美代表于大雷 上任半年就巧立名目 以公务之名购买奢侈品 光是其在美国的住所 就花了800万元新台币 大到近百万元新台币的手工沙发 20多万元新台币的床 小到牙刷 沐浴乳等物品 全部报公帐 今年3月 当选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萧美琴 以私人行程赴美收拾行李时 依规定不得用公款 但于大雷还以萧美琴的名义报仗 大肆采购名牌毛巾矿泉水 报道还提到 争议最大的是于大雷 以礼宾为由申请购买 370万元新台币凯迪拉克轿车 但最终因车辆不到更换年限被挡下 于大雷妻子也被爆料 竟要求工作人员开车陪他购物 把工作人员当下人使唤 事情引发岛内舆论不满 国民党民代赖士宝 罗志强 陈运珍等人 要求台涉外事务部门调查真相 并向民众公布 针对台当局声称会进行调查 岛内舆论抱持怀疑态度 有岛内网友痛批 官官相护 太可恶了 老百姓省吃俭用 将钱拿去缴税 结果官员是这样在乱花浪费吗 还有网友直言 民进党官员一上任就狂花公帑 进行利益输送 这是民进党贪腐传统 两位 感谢观看